前文在族的書籍上一回 話說徐陽帝楊廣 這一天想著怎樣才能殺了李渊呢 想了一整天都想不到好辦法 所以他今天想了一整天就滿足一整天 到了晚上 楊廣在百花亭擺酒 叫了丞相宇文花旗來陪他 看了一輪工女跳舞 聽了一輪他們唱歌 楊廣依然是周身不自然 他拿起一杯酒正說想喝 誰知又休息了大氣 把一杯酒放下 那雙眼眉好像打烈一樣 語文花旗走向前說 萬歲 你的龍心好像很不安樂 孤家有點心病 很多年了 微臣跟了萬歲這麼久 他也猜到兩三分 你猜到孤家的心事 讓微臣嘗試猜一下 愚文花旗看著延直上面 看到幾種水果放在樹 他微微一笑 拿起水果放在碟上 再用碟上蓋著它 雙手捧到徐陽帝面前放下 萬歲 你的心事就在裡面來了 徐陽帝揭著碟一看 原來這碟子上面放著一個鯉 徐陽帝撫笑一聲 徐陽帝拿一個鯉仔咬了一口 覺得不夠甜 就扔下來了 萬歲 微臣有沒有估仲 哼 估仲又怎樣 這件事 微臣已經籌惑多時了 愚文化旗講到這處 用上眼看我看周圍 徐陽帝就拍拍手 叫身邊的太監和公俄走開 愚文化旗見到沒有人在旁邊 他就說 主尚 想剷除李冤很容易 啊 外兄有什麼妙計 快點告訴孤王 主尚很快就要率領五十萬夾兵 去巡視北方邊 蔡宣揚武威了嘛 是啊 沒錯 那跟剷除李冤有什麼關係呢 又頂了萬歲 萬歲巡視的歸途要經過太原的 李冤乃是太原厚 他必定要出來迎牙聖架的 在這一點上 這樣就可以拿他的命的了 啊 怎樣怎樣 明天早朝的時候 請萬歲你下一道聖旨 限令李冤在三個月之內 在太原府起一座進陽宮 等萬歲巡視北方回來了 就在那裡迎候聖架 終然李冤有天大本事啊 讓他三個月之內 一定沒有法子 建成一座宮殿的 如果建不了 就可以說他有意欺君 下令斬了他了嘛 萬一他真的建成 呵呵 就說他早就建好在那裡的 事件皇宮欺君妄上 罪該滿門抄斬 那就斬草除根 一個不留了嘛 是不是呀 閉下 哎呀呀 好計呀 好計呀 呵呵呵 離遠抵死的了 是 是 哈哈哈哈 明天早朝 徐陽帝果然照計行事了 話說太原侯李冤 他接到聖子 限他三個月內 起一座晉陽宮 哎呀 怎麼做得來呀 呵 整個人都喪了 那就叫齊他的兒子來商量了 這時候李冤有四個兒子 大兒子建成 二兒子世文 第三兒子袁吉 第四兒子袁靶 這個李袁靶今年才是一十三歲 生得面如黑漆 瞻嘴肅 骨瘦如柴 哈 但是力大無窮 他洗兩個烏金鎚 每個重四百斤 騎一匹萬里追雲烏追馬 天下無敵 乃是徐朝第一名好漢 當時李冤父子五人商量了一輪 都想不出一個好辦法 李冤就說 這道聖子 一定是與文化及想的奸計定 宮殿建不成 就說我違抗聖子要殺 建成了 又可以說我施建皇宮也要殺 反正也是殺 就不如不起 我們一家大小 有得吃就吃 有得喝就喝 有得玩就玩 過了這三個月 就算我們死也死得沒那麼辛苦 李袁霸說 爹 你不用休心 那個九皇帝如果敢來 我用烏金鎚輕輕一搭 就搭邊他的頭 這個皇帝 由爹你去做就行了 李冤大喝一聲 你個小畜生 閉嘴 小畜生 不知天高地口 亂說不通 別說 正在說 家將黎稟報說 袁天江和李淳風兩位先生 求見 李冤就走出外廳 只見袁天江和李淳風 已經坐在這兒等著 袁天江和李淳風 都是李冤門下得力的謀士 那兩個人見到李淳進來 連王起來行禮 就分崩主坐落 李淳說 兩位先生到來 有何指教 袁天江說 聽說皇上有聖子下來 要後夜三個月 起一座晉陽宮 是不是有這樣的事呢 是啊 我正想請你們兩位來 一起商量一下 怎樣做才應付得好 侯爺的意思是怎樣呢 唉 三個月 怎麼起得成晉陽宮啊 我想 起又死不起又死 那就不如不起了 侯爺 你不用擔心的 這件事很容易做 這件事很容易做 兩位先生有何妙計 可以救我離冤啊 秘聖今早早 和李淳風 在我們晉陽城內 已經損中了一塊空地 有幾百畝大 在那裏 在那裏起晉陽宮 夠用的了 你只是要今晚一晚 等到明天早上 侯爺來嚴修晉陽宮 啊 兩位先生不是開玩笑嗎 怎麼真的會這樣 侯爺今晚歡心睡覺 明天就見分曉了 他兩個 原來曾經得過二人傳授 精通奇門遁甲 能夠驅魔請神呼風喚雨 他倆和李淵告辭之後 等到夜晚 就去到那片空地 身穿道袍 手執塗木劍 披頭散發 口中念念有詞 雜時之間 長魂矮矮 香風陣陣 請來了綠丁綠甲 天兵天將 半磚雲石 樹柱上梁 居然就在一夜之間 晉陽宮 就起好了 到了第二天上午 李淵來到一看 嘩 此見晉陽宮 五步一流 十步一角 狼腰萬回 蟹牙膏 陳台聳趣 飛國留丹 說不出那麼富麗堂皇 看到李淵 伸出一條舌頭 也不會縮進去 對袁天江 李淵峰兩個千多得萬多者 這些就不說他了 正是光陰二過日 月如疏 眨眼 三個月過去了 這一天 徐陽帝巡遊北方邊塞回來 直奔太原府進陽城的北門 李淵祖得到報馬的消息 一早帶齊四個兒子和女婿柴少 以及太原府的各級官吏 出到北門外三十里的地方 公刑聖駕 迎接了徐陽帝 蕭王后 三宮六縣的妃嵌 親信大臣 乘相羽民花俠 胡駕大將軍 羽民成都等等一行 浩浩蕩蕩的直入進陽城的北門 穿過了進陽街 向西邊轉 前面就是一條河 河上生起一道看白玉的大橋 叫做進陽橋 過了進陽橋 沒多遠 就是進陽宮的正門 過了第一道宮門 第二道宮門 第三道宮門 入了三道宮門 來到金壁輝煌的進陽宮正殿 徐陽帝吩咐蕭王后 妃嵌去後宮休息 自然有太監公和服侍他們去 那徐陽帝呢 就由一班親信大臣 前夫後勇地走進金聯寶殿 坐在正當中的龍椅之上 郭大臣跪下來走過來 站在兩旁站立 接著就是李淵上前三跪九寇 他說 神 李淵見駕 願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平身 謝皇上 李淵起身 公公敬敬地退後幾步站在一邊 徐陽帝放眼四圍看看 這座金聯寶殿起得危惡壯麗 陳切華貴莊嚴的心很高興 他對李淵說 李淵說 李淵這座晉陽公體來起得不錯 哈哈哈哈 多謝主上 這些乃是微臣應盡之力 由不周到之處請主上恕聚 啊 朕好滿意 哈哈好滿意 李淵有功 李英風贈 禦文化及見到徐陽帝 歡喜成這樣 我心裡說 哎呀 什麼皇帝你這麼不好記性的 就上前在徐陽帝身邊小小聲說 皇上的心事不記得早 啊 是呀是呀 徐陽帝立刻板起臉他說 不過這樣吧李淵 有功勞故自然要上 不過有罪也必定要罰 你施造宮殿逃謀不軌 該當何罪啊 你冤連王上前跪下說 微臣乃是奉了皇上聖子起這座晉陽公 來迎接皇上駕臨太原的 微臣怎敢施造宮殿呢 哼 你還想狡辩 想當初孤王命令羽文海營做遣人公 傾全國之力 都要起了一年那麼長啊 你李淵竟然用三個月就起好晉陽公 而且看來規模還大過遣人公的 哼哼 你這樣還不是欺君妄想 人來 將李淵綁起來 退出去斬 李淵大叫冤枉 只除陽帝不理那麼多 四個金瓜武士就好像逐雞仔一樣 綁起李淵就推他出去金殿 當時李世民幾兄弟都在第三道宮門外面等候 忽然間 看見父親被幾個魚郎似虎的武士綁著推出來就大害怕 立刻上前問什麼事 李淵說 皇上說我私見宮殿 逃謀不軌要問詐嘛 李淵拜一聽 六大雙眼猛喝一聲 正是要發作 李世民一手拉著他 四弟 不要魯莽 讓我去見家身邊 如果無際於事 四弟你再發作也未遲 好 二哥你快去見那個猛王帝 建成和袁吉已經嚇到傻了 沒有主意 也唯有吹李世民快去見家 李世民快步上前 衝進第三道宮門 守門的太監難拒不住 就追著上去 走走走來到金殿門口 在龍鳳鼓前面李世民站定 拿起鼓錘 動動動動動出力地打 徐陽帝聽見就說 誰在外面擊鼓啊 帶他進來 皇門太監就立刻上前 拉著李世民推他上去金殿 進去 李世民跪在那裡 徐陽帝問 你是誰啊 神李冤賜子李世民見家 冤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 哦 你是李冤的兒子啊 掌高頭看看 神子不敢 恕你無罪 謝皇上 說完 李世民擔高頭 徐陽帝一看 只見這個年輕人十七八歲 生得國字厚面 天庭飽滿 備夕口方 雙眼永永永有神 英知勃勃非常之英俊 徐陽帝問 你幾乎要見孤王有什麼事啊 啟奏皇上 神子是為父親身變冤情 你父親私造宮殿 已經是明明白白了 還有什麼好身變啊 萬歲 俊陽公確實是我父親奉子之後 在三個月之內起好的 皇上英明神母洞察秋毫 我父親中軍愛國 彈精揭力 建好這座宮殿來迎雅聖駕 請皇上名鑑 語文化及聽李世民這樣說 冷笑一聲 嘻嘻 主上 神有一個法子 很快就可以驗明這座宮殿是新建的 或是以前私自建的 哦 那好 丞相你快些查驗明白 讓李冤甘心復罪 知道不是孤王冤枉他 李世民說 請問丞相大人要怎樣查驗呢 語文化及說 嘿嘿 一說查驗你就怕了 我告訴你怎麼查驗法 凡是房屋所用的材料之中 鐵釘是最容易生壽 只要叫人建了釘出來一驗 就知道屋是新的 應該是舊的了 萬歲 你說這樣驗法 容易如何 好 好 李世民 這樣做公道了吧 李世民一聽 幸好有能人相助 這間宮殿一夜之間就建好 怕什麼你驗鐵釘呢 於是李世民說 請萬歲立刻派人查驗 如果鐵釘有獸 神同父親甘願領罪 死而無怨 好 徐陽帝就吩咐宇文化及 叫宇文海帶幾個工匠去握釘來查驗 蛤 真是奇怪了 握出來的釘 無論在哪裏 無論在哪裏吩咐 口口都是納納的 身釘 一點獸都沒有 徐陽帝和宇文化及 見到大吃一驚 你望我我望你 無修勒這魂 仍是徐陽帝老謀心算 他笑了 李淵果然忠心耿耿 如其為孤王 起好這麼華麗的晉陽宮 孤王很高興 宇文誠相 你快要請李外兄來 孤王要大大封贈他 神 禁止 禁止 禁文化及趕快走出金殿 見到李淵還綁著櫃在宮門外面 就喝點金瓜武士扶起李淵 解了綁繩 整理好衣官 告訴李淵 恭喜你啊李大人 萬歲說你建造晉陽宮有功勞 要大大封贈你 快點跟我進去見萬歲爺謝恩領上 李淵這樣才心定 吩咐建成元吉元靶在外面等候 跟禁文化及再上金殿 進去叩頭行禮 神李淵叩謝皇上不斬之恩 哈哈哈哈 李外兄 孤王見你真的三個月就起好了晉陽宮 快不靜止 還這麼漂亮這麼華麗 孤王要大大封贈你 一時高興起來 就跟你開了個小小的玩笑 炸家衣說你是以前喜樂的嚇你一驚先 然後再重家賞賜 等你先經後起 就更加得意了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孤王現在封你為堂皇 表彰你的功勞 謝主隆恩 原主上萬歲萬萬歲 哈哈哈哈 李外兄平身 多謝主上 徐陽帝又指著李世民對李淵說 李外兄 你這個兒子小小年紀 膽敢獨闖金殿激苦名淵 在孤王面前悍悍而談 有條有理 好有膽識啊 犬子年幼無知 斗膽無凡天威請陛下恕罪 這個時候 夏國公斗建德出班啟就說 主上為眼識人 一點都沒有錯 李世民年紀雖小 已經是精通兵法 去年 去年 主上巡察 北方 駕杏 顏門 突厥王 此不可寒 大逆不渡 大兵 襲擊 圍困顏門 當時 當時雲定慶將軍 就是用了李世民多大旗鼓設置移兵之計 以一當白造成黃絲極大的聲威 嚇退了此不可寒 才解了眼門之位 李世民是救駕有功之人來萬歲 徐陽帝一聽 仿然大悟 難怪不得了 難怪不得了 當時孤王因為趕著回長安 來不及召見世民 還未曾封鎮 今天來一定要補回 李冤 主上 你有多少個兒子 神有四個兒子 大兒子建成 二兒子世民 三兒子元吉 四兒子元霸 其他三個今天有沒有來 有 都在金殿外面等候主上開恩 叫他們進來 進來 李冤連王走出去 很快便帶了建成元吉元霸 進來金殿 跪下拜見徐陽帝 起來和李世民站起來 徐陽帝放眼一看 只見這四兄弟最威就是李世民 獻昂英偉 喜度非凡 看看他心裡突然一跳 徐陽帝本來對李冤非常仇恨 這次以為一定殺到李冤 怎知道又殺不成 那怎麼辦呢 蛤 徐陽帝又有辦法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戶如分解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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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